带来蛮多其实台湾的特色小吃 像凤梨酥 牛嘎糖 然后包括花生卷冰淇淋的花生砖 也是有从台湾特别扛过来的 它是28公斤 包括我们的比较有名的小吃 大肠 草小肠也都有带过来 其实到现在队伍都没有停止过 好吃的台北宁夏夜市 祈福的平溪天灯 复古的街景以及台湾文创 正在举行的第二十届深圳文博会上 台湾展区以好吃 好看 好玩 打造台湾好时光 让观众体验台湾的独特魅力 来自台北的苏武 已经有20年的夜市策划经验 把台北宁夏夜市带到文博会 就是希望借由美食跟大陆的观众 有更多的交流 增进感情 我们这一次六个人 六个伙伴 我们带了将近427公斤的伴手礼 还有我们的调料 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原汁原味的 把台湾的味道 呈现在深圳让更多人知道说 台湾的口味 台湾的产品 文化交流 包括我们的语言 包括我们的一些讲话的一些方式 其实都很像 所以我们在做起来 其实是很快乐 很开心 好像回到家里的感觉 对 那我觉得借由互动 然后增进的 其实跟我们同胞们内地的一些感情 我觉得是很棒的 与苏武不同 年过七旬的陶瓷奶奶白鹏英 已经连续参加十多借文博会了 来到这里 他不仅仅是推销自己的陶瓷作品 更热衷于跟来往的客商交朋友 白鹏英来自台湾新北市的陶瓷重镇英哥 这里有着台湾景德镇的美名 展台上的一把把茶壶 皆出自白鹏英的巧手妙思 作为文博会的老朋友 在他看来 文博会越办越好 不仅大大促进了他的作品销量 他跟许多朋友也因此结缘 每个地方装扮都很有特色 是我以前没看到的 很多老朋友也有很多新朋友 认识最多的新朋友就是年轻人 老朋友就是来 特别来看我 然后看我一次就会买一次我作品 很多 每天都很多 在跟台湾青年苏武以及陶瓷奶奶白鹏英的交谈中 记者了解到文博会只是他们大陆旅程的其中一站 未来他们还要继续参加更多展会 拓展朋友圈 苏武从13年前就开始在大陆策划夜市 如今大陆的夜市越来越多 他希望为此出一份力 可能他这个品价卖得不错 大家都一起做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的角色是什么 我可以告诉他有更好的东西可以呈现 不一定是台湾的东西 有可能是你们当地的特色料理 可以做不一样的呈现方式 展现出你的价值 那所以我近几年也一直在 一直在扮演就是帮一些我们在地这边 包括深圳啊 包括重庆成都的这些夜市做一些调整 让他们的夜市会有点与众不同 甚至他们希望做台湾的料理 我也可以教 我也可以教 免费的 其实大家在赚钱真的不容易 那我觉得鱼帮水水帮鱼 对我来说帮助人赚到的钱 是已经很快乐的事情 而不是赚他的钱 杭州茶博会转来这里 这里完我会转到西安参加茶博会 我会再回去台湾 因为我要回去继续做作品 接下来呢就是郑州 郑州完呢又到深圳了 参加这么多展呢 主力也不是赚钱 那我最主要是交流 因为跟年轻人当中 有时候他的想法告诉我 白老师你可以想他想要怎么样做一些什么 我说好也可以给我启发 深圳文博会百花齐放彰显中国文化软实力 将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台湾参展商透过文博会 也透过自身经历感受大陆的发展和喜悦 不要说我年轻人了就是其实跟台湾的朋友说 其实内地真的很棒 真的不管任何事情我觉得可以来走走看看 因为真的很大 我们不要当经理之蛙 我们可以来看看其实大陆 其实发展的进度已经超越我们的想象了 我会建议每个人都说 我说以后的世界 以后的时代是大陆的时代 中国的时代 当然是希望未来可以做一个合作 我们可以做文化跟文化之间的一些互动 希望把中国文化发展广大